就特别晶莹的那种感觉 又好好吃 又到了现零食的环节 尼尼的美食小铺 老朋友了啊 买回上新品的时候 必须得尝尝 这两个特别好吃 芒果牛渣奶糕和草莓牛渣奶糕 它是这种独立包装的 一粒面有这么几个吧 90个吧 你看你看 它像是那种固体牛奶 加上芒果干的感觉 它这个嚼起来 有那种弹性 奶香味很足 是那种牛渣糖 比牛渣糖要软 奶香更足 中间真的就是 芒果干揉不进去的 甜度中等吧 有奶香那个甜 还有芒果干那个甜 外面撒上了一层薄薄的奶粉 但是不会很硬 还好嚼 像一个大块的牛渣奶糕来切片 那很好吃 这是这回这几个里我最喜欢吃的 这个是草莓的 形状都差不多 然后这里面就是草莓的果肉 也是外面薄薄的一层奶粉 片比较厚吃起来还是很过瘾的 这就是很浓的那种草莓的甜香气 这两个口感是差不多的 就看你们爱吃芒果还是爱吃草莓了 我个人是偏爱芒果的多一些 因为我喜欢那个芒果干那种有一点点韧劲的感觉 还有这个 这个我也很喜欢吃 燕麦酸奶的巧克力山茶球 而且它这个包装就都是这种吃不完可以慢慢吃 然后独立包装的 就很适合放在包里 你看它是外面一层裹的是那种就是燕麦片的样子 有点点燕麦的脆 然后中间是山楂的那个颗粒 咬一个横截面 看中间是山楂 外面是白巧克力 它是那种 脆燕麦 黏软山楂酸甜 甜巧克力和奶香 这样揉在一起的 就是这小菱石嘛 而且山楂加在中间的话 不会显得巧克力那么腻 它有一点甜腻的感觉在 然后还有这个 这个就是一整包的了 红幸福 是到了吃杏的季节了 它还挺大的 杏麦还挺浓 但是不酸 酸甜 热碗厚实 应该是半个杏 不会特别的干 吃起来还是比较湿润 很好浇 原来吃过油的 那杏儿猪真的是晒成肝儿了 那种就只能泡水喝了感觉 哦 这个 乌鸭掌 这个是老朋友了 从我第一次吃你你家的时候 这个产品就在 你看经典款了 撕开之后能看到有那个洞洞和汁水 这种味道 超弹性 然后 那种微微辣 微微麻的那种鲁山感 它其实那个灵魂是那个 那一点洞洞好吃 就特别晶莹的那种感觉 那种感觉 超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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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吃甜甜 不过它这也不是很辣 就一点点 开始吃那几个好像都是甜的啊 爱吃肉类的辣的可以吃这个 因为真的很经典了 这个盐烧咖啡薄脆饼干 这样的牛皮纸包装 然后也是独立包装 这一包里面 4片左右吧 可能会有碎的 这毕竟这片薄嘛 嗯 这个饼干的质感就恰像 说薄又不是很薄 说厚也不厚 小皮就有一点那种烤出来 那个泡泡的感觉 很脆吧 它是融合了一点咖啡香 但是没有很苦 它也不怎么甜 就那种淡淡的 淡淡的咖啡香气 很香 还有一个看起来比较健康的一个零食 黑芝麻瓣 上面裹满了黑芝麻 味儿香的那种黑芝麻 你咬下去的第一口 黑芝麻的香 它沾黑芝麻的时候会有一层糖吸 就是有一点黏黏的 中间是蓬松的 中间还有一点那个绿绿的夹心 你发现了 那夹心吃起来是沙沙的感觉 有点绿豆沙质感在 你看 能看到一点拉丝吗 就是那个糖吸 然后中间就是这样的夹心 这个像普拉斯版的那种米果 这次的新品有好几种 我最喜欢的奶糕系列 芒果的比草莓的更合我心意 但还是要看你们喜欢吃哪个水果 燕麦酸奶巧克力山楂球 这包里不错 不过虽然零食好吃啊 零食还是不能当饭吃 所以大家呢还是要好好吃饭 吃点好吃的零食可以让自己更开心 拜拜 期待下次妮妮的美食小福上新品